第三个叫社会关系 假如我们牢固自己 公司或者家里忽略了社会 你的事业不可能做大做强 所以你看大的企业 他都一个公关部门 这个公关在做什么 对外的关系 尤其很多大企业忽略了这一点 一夜之间就在企业中消失了 而因为怕去影响个人的名誉 我不便举例 你会发现这个人做得好好的 突然为什么被修理 被收拾了 突然不见了 他跟社会的关系不好 最近我在中国大陆 在新闻媒体就有一件事情 一个有钱的老板娘 带了两只狗出去遛大 结果那个狗对人要攻击 这个人啊就去要打这个狗 这个里面就出现了 哎呀 泼沫 泼腹骂街的骂这个人 你打我的狗 我就把你打死 这个人说 你好大的口气 你怎么 我就是有钱 我赔你一千万都可以 你敢动我的狗 我就把你打死 这个事情现在闹得很大 政府单位已经派财税 公安 甚至很多人就介入了 我相信这个很有名的店 就会因此倒闭 这就跟社会的关系没搞好 那只要我们能把这三个关系 很和谐的处理好 我相信各位啊 你不止快乐 还容易成功